Hello,大家好,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黑暗面》 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别墅里 某天,难住艾伦正看着手机发呆 原来自己的女友留下一段视频后就不见了 艾伦消沉了几天后,很快就在酒吧勾断上了服务员安娜 这边女友还下落不明呢 艾伦就时不时向安娜带回家过夜 没过多久,艾伦就被警察给盯上了 他们认为女友的失踪可能和艾伦有关 而安娜这边却发现房子不对劲 水缸的水会有波纹,锡炼池传来恐怖的声音 安娜一度认为是前女友的鬼魂在作怪 然而艾伦对此却不以为意 安娜开始留意这些奇怪的现象 很快她就确定女友困在镜子后面的密室里了 原来女友为了考验男友,于是决定消失一段时间 录完视频后,女友就把自己关在了密室 女友这边看见艾伦着急而暗自窃喜 等到想出来时却发现忘带了钥匙 房间不仅隔音好,而且连信号都没有 这下可苦了女友,每天吃没罐头喝废水 又冷又饿,时不时还能看见男友和女人激情 安娜这边一阵翻箱倒柜后找到了密室的钥匙 刚想开门却又犹豫了 她担心自己会失宠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不仅没有告诉艾伦事实 还将自己的行李搬来了,宣示主权 没过多久,安娜发现密室那边没有了回应 她担心出人命,于是走进了密室 却没料到装死的贝伦将她打晕后 拿走钥匙将她锁在里面 这可真是投机不成18米 这边男主回家后发现安娜也不见了 诺大的房间里只留下一张女友和自己的合照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密室里的安娜什么时候才能被发现 也许等到艾伦带下一个女人回家时吧 爱情经不起考验呀 好了,今天妹妹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妹妹我的节目,记得点赞哦 如果你想表达对妹妹我的支持 不妨在屏幕下方留言 爱你哦,摸摸哒 请不吝点赞哦